右脚 脚底 平背层 那个一般啊 痛 那个是理纹啊 那是理纹啊 因为它那个左脚出问题了 左脚出问题了 长期的用右脚来支撑了 长期用右脚支撑 长期用右脚支撑 那重量压在那个右腿上面 压在右腿上面以后 引起了疲劳性伸伤 疲劳性伸伤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左腿没劲 有时发麻 然后右腿发痛 有时候是左腿痛 痛得不知所措 就是痛 左腿一痛 或者发麻 或者没劲 在胶息上进行 然后沉重要靠右边 因为一直在支撑着 人家走路的时候 左右左右左右可以去换一下子 来休息一下子 去换的过程就是休息 减轻压力 但它只能就是长时间的用右脚站着 然后疲劳性伸伸伸 右脚的痛 原来这个信息也是来自理文的 也就是说它按照时间升息来疼劳的发展 也讲得出来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